懒得阅读秘密麻麻的长文吗? 点一下订阅 就能轻轻松松看影片掌握最新苹果iPhone资讯 美国Apple公司在WWDC2023上宣布 推出全新头线产品Apple Vision Pro 这项创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 前苹果员工Sterling Crispin 负责了一些关键功能的神经科学研究与开发 他在推特上表示 Vision Pro采用了大量的神经科学技术 具有类似读心术的能力 可以预测使用者的行为 Sterling Crispin透露 在他担任苹果公司技术开发组的 神经技术原型研究员期间 他花了生命中10%的时间 投入到Vision Pro的开发中 这是他参与的单一项目中时间最长的一次 对于最终的成果 他感到自豪和宽慰 他表示自己在AR和VR的研究领域 已有10年的经验 而苹果Vision Pro是整个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受到保密协议的限制 Grace Ping无法透露太多细节 但一些内容已通过专利公开 他介绍说 他在苹果公司的工作 主要涉及根据使用者身体和大脑的数据 判断他们在沉浸式模式下的心理状态 换句话说 当使用者处于混合现实或虚拟现实体验中时 人工智能模型会试图预测使用者是感到好奇 分心 害怕 专注 回忆过去的经历 还是处于其他认知状态 这些状态可以通过眼动追踪 大脑电活动 心跳和节律 肌肉活动 大脑血液密度 血压 皮肤电倒等多种测量方法得到 为了实现这些具体的预测 他们运用了多种技巧 这些技巧在他所提及的专利中有所描述 例如 他指出其中一项最酷的成果是在使用者点击某个目标之前就能预测到 他解释到 在你点击之前 你的瞳孔就会有反应 部分原因是你预期点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此 通过监测使用者的眼睛行为并实时调整用户界面 可以创造更多这种预期性的瞳孔反应 通过眼睛来建立一个粗略的脑机接口 这一技术可谓让人著迷的读心术 此外 为了确定使用者的认知状态 系统还会迅速向使用者展示一些无法感知的视觉或声音讯号 Christine说 另一项专利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机器学习和身体 以及大脑信号来预测使用者的专注程度 放松程度以及学习效果 根据这些状态的变化 系统可以及时更新虚拟环境 因此 想象一下一个能够根据你看到和听到的背景变化来帮助你学习 工作或放松的自适应沉浸式环境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 继续 继续